1月29日會有一個新的法例執行 中國和香港境內不同的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可以跨境執行 國內的判決 被告人在香港有資產可以直接封去香港的資產 香港的判決 如果被告人在大陸有資產的 也有機會可以在大陸立即申請封存 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我們這個節目 在今年的1月29日會有一個新的法例生效 這個法例主要是針對香港和中國不同的法院所作出的判令 可以怎樣跨境執行 今天就讓我跟大家詳細講講這個新法例的應用是怎樣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立的司法管轄權 所以在一個國家所作出的判令 很多時都不能夠拿去第二個國家使用或者執行 通常那些判令都只限於在那個國家的境內才有執行 所以亦都有些國家與國家之間簽訂了一些司法互認的條款 就為了方便不同國家之間可以更加緊密地合作去執行一些大家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例如香港其實一直都有不同不少國家簽訂了一些司法互認的條款 例如香港法院是可以直接執行一些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 還有一干等國家所作出的判決 不需要在香港重新審訊 就可以在香港直接申請執行 執行的意思主要都是問他拿回錢、申請他清盤、破產等等 而若果那些國家與香港是沒有簽訂一些司法互認的條款 那些國家所作出的判令就需要在香港重新立案 去經過審訊的過程拿到判決 然後才可以在香港的境內進行執行 而未來在1月29日將會生效的法例 主要是針對香港與中國境內的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其實在現行的制度裡 香港的法院已經是對某些案件的判決 國內法院的判決是可以在香港或者互相跨境做執行的 不過那個門檻是十分之高的 當中包括案件的牽涉一定是與商業的案件有關 但是在新的1月29日生效的法例 那個範圍不僅是與商業案件有關 可以與刑事案件有關 與某些家事、知識產權糾紛 那個案件都可以跨境執行有機會 例如在現在框架底下 亦都需要與商業案件有關之餘 還要在商業的合同裡有定名到一個排外的獨立的司法審核權 例如國內的案件合同一定要定名 只有國內的法院有審核權 那個判決才有機會可以拿來香港做執行 但是在未來1月29日生效的法例 就剔除了獨立法院審核權的要求 那換言之 即是說有機會在國內審判 而判決可以拿來香港做執行 那個範圍就會比以前多了 適用的案件除了商業案件 現在已經涵蓋了刑事案件 還有追的東西跟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跨境互認 只會幫你處理一些與金錢有關的判決 接下來新法例就會處理金錢以外的判令 都有機會可以進行跨境執行 例如什麼是金錢以外呢 例如國內的法院判了一個禁制令 或者強制執行令 這些不是為錢那麼簡單 這些判決都是可以拿來跨境執行的 同樣反過來一樣 除了從錢或者錢以外的判決之外 另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適用的法院亦都比以前多 在新法例底下 香港不同級別的法院 包括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處 甚至乎一些仲裁處 例如小額前審審裁處、勞資審裁處、土地審裁處 等等的判令 都可以拿回國內做執行 同樣在國內認守的法院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地區法院等等 的判令 亦都可以直接拿來香港做一個執行 我亦都有就這個新的法例 問過一些專門做清盤、清算的專家 在新的法例底下 會不會幫助得到他們進行一些境內 或者國家或者中國境內的追溯 因為以前我的理解 就算香港法院出了一個判決也好 如果被告人是在國內有資產的 要拿回國內做執行、清算的 其實是有一個很高的難關的 那些清盤人亦都說 很歡迎這個新的法例 相信對於他們跨境做清算是有幫助的 但是要記住了 除了可以幫到一些香港的原告人 去追被告人一些國內的資產 同樣國內的原告人 亦都可以跨境追被告人在香港境內的資產 所以記得收到法庭的文件 不要丟到一邊 盡早找一個熟悉商業訴訟案件的律師 去處理這個案件 就可以進入正義工作人員 就在下間下 去處理這個案件 大概8 턱供下 對這個案件 所以現在採用來 えー到第三個案件